这两天有一家间谍公司被端了 这家公司它主要的业务是信息咨询 号称是国内最大的行业专家知识信息服务提供商 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呢 你就想象一下如果让你接个电话只要回答几个问题 给你的报酬按照每小时1000元起来计算 你愿意干吗 那肯定很多人愿意啊 这家公司这几年就干了大量的这种对接竞卖机构跟国内专家的活动 它在里面当中间商赚差价 就靠这种商业模式 它居然还一度想在A股港股去上市 这家公司呢就是凯盛荣因 根据央视报道说近期的国家安全机关已经汇同了相关部门 对于这家国内咨询行业的龙头企业 凯盛荣因进行了公开执法 警方通报说呢仅仅是2017年到2020年 凯盛就接受了上百家的境外公司汇款2000多次 金额高达7000多万美元 那么这些境外公司凭啥愿意给它打钱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这家公司有所谓的核心竞争力专家数据库 警方披露说这家公司的专家数量超过了30万人 可以说是覆盖各行各业了 在实际工作中呢公司会专门去挑选那些境内从事政策研究 国防军工金融货币 高薪科技能源资源以及医药卫生等等重点领域重要行业的专家 而且啊专家的价格也是分等级的 每个小时的薪资呢是千元起步 最高的可以达到10万元 客户之所以愿意付这么高的费用 那肯定物有所值嘛 放在台面上这个叫知识付费 放在台面下情节轻点可以叫灰色地带 情节重一点那就是刑法覆盖了 那你说这些专家们难道就没有一点保密意识吗 其实大部分是有的 但是架不住凯生荣因会玩手段 一是加钱加到突破人的底线为止 二呢就是想一些变通的方式降低专家们的警惕心 比如说本来是外国客户要的信息 那公司可能就跟专家说是国内客户想知道的 本来可能是一些比较敏感的信息 那可能他就用一些比较隐晦的方式来问 那客户呢也用一些隐晦的方式来回答 比如说像产检作弊超一样 你随口聊一句 一会买水果买香蕉还是买苹果啊 这个信息不就传出去了吗 到了后来这个公司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连某款军机的保有量这种咨询都敢接 当然了除了这种间谍类的案子 他也会接一些日常的商业咨询 比如说像电商平台的客单价 补贴政策 财务数据等等 这些信息呢可以帮助客户更加了解竞争对手 以及当有融资等等安排的时候 投资方可以提前摸底 做交易定价 那用的手段肯定依然是不可描述的嘛 因为肯定任何公司都不会允许自己的员工 向外界泄露这种信息啊 但是有钱能使鬼推磨 在超能力面前 能抵挡得住诱惑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这家公司有多赚钱呢 前面说到了四年里他接了2000多笔境外公司的汇款 一共7000多万美元 但是要注意哦 这只是直接从境外打过来的钱 还不知道有多少是绕道付费的呢 这家公司因为想上市 他披露过招股说明书 2018年到2021年的前9个月 公司的专家访谈收入就达到了3.5亿 4亿 5.7亿和5.97亿 那付给专家的费用有多少呢 大约只有三分之一 所以他作为中间商拿走了 在股民们的质疑声中 浙江国祥的IPO被紧急叫停了 质疑他什么呢 主要有三个问题 第一 为啥同一个资产多次上市 韭菜倒雕割多少轮呢 这个浙江国祥的资产原来就是已经上市的国祥股份的一部分 那个老国祥因为经营不善 2011年就把壳卖给了做房地产的华夏幸福 在资产置换的时候 当时老国祥的斗蜜把这块资产给接了下来 自己当老板 然后现在呢就打算二次上市了 而股民们气就气在 A股难不成真成韭菜甜了吗 像这种质地平平的公司 老国祥来割了一次 华夏幸福割了一次 现在浙江国祥还要再来割一次吗 第二个质疑是 为啥不差钱还要上市呢 因为浙江国祥的账上 可是躺了12亿的流用资产的 其中六个亿是买了银行的大额存单和理财产品 在那吃利息 而且他上市之前的几年一直在分红 把账上的盈利都分给大股东了 然后居然现在又跑来 A股要融资7个亿补充公司资金 第三个质疑是 是不是在高价发行割韭菜呢 因为这次他本来是计划上市 募集7.37亿的 结果机构们太热情了 这个浙江国祥是做中央空调的 在空调行业的龙头 格力美迪都只有10倍左右适应率的情况下 机构硬是给他出了51倍的适应率 等于是硬要多送16个亿给公司啊 这么明显不合理的事情就这么发生了 要是没有紧急叫停的话 9号就要申购了 所以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呢 明明不差钱的公司都要跑来上市 我想主要是因为利益太诱人了吧 上市之后呢 高价发行缺一次钱 然后再通过转融通机制 先拉高在高位融券再赚一次 过几年股东们捷径 减持股票再捞一笔 当然了肯定有朋友会说了 那还不简单吗 都不买他的股票不就行了吗 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咱们且不说散户们有没有那么团结 就说在询价的时候 保险公司平均报价73.95元 公募基金的报价是73.35元 都比实际发行价高了10% 有的基金报价甚至比最后确定的发行价高了20% 这样搞公司肯定乐开花呀 保健的机构也可以拿到高提成 报高价的机构们呢 反正不是自己的钱 那到底谁亏钱呢 一桌麻将下来 不可能所有人都赢钱吧 本来理想中的情况是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做大做强业务 机构投资者发挥专业能力合理定价 而散户们呢 跟着喝汤获得财产性的收入 各方利益基本是一致的 市场才能良性循环 但如果前面两个玩家心里有鬼 拿后面的散户当对手盘 这盘游戏还要怎么玩下去呢 所以建议现在监管要开展专项核查了 那就不妨深挖一下 这个浙江国祥背后的利益链吧 查一查有没有利益输送呢 有没有违规操作什么的 不然的话 A股就真的没有信心了呀 本以为浙江国祥上市圈前 都已经天下无敌了 谁知道呢 有人比他还要勇猛 有一家叫浮华化学的公司 准备IPO融资60个亿 但是这里面呢 有27个亿是要用来还债的 而离谱的是 这家公司上市前呢 突击分红26个亿 大股东按照持股的比例 拿走了90% 搞到股民们都懵了 你到底是差钱还是不差钱呢 说你差钱吧 你能拿26亿的现金来分红 说你不差钱吧 欠着银行等等的 一屁股的债等不着要还 这家公司呢 在四川乐山 保健人士国泰军安证券 看了一下这家公司的财务报表 第一眼还是挺震撼的 业绩相当好 大前年才赚5000万 前年飙到了16亿 去年更是赚了将近28个亿 三年增长了50多倍 公司所处的行业是化工 主要的产品是草甘林之类的农药等等 那作为强周期的行业 这两年赶上了好年头 抓住机会扩大生产 多挣点钱也正常 但是问题就在于 浮化化学的核心产品 草甘林系列的价格 从巅峰时期的8万多一吨 已经跌到了2万多一吨了 所以说今年公司的业绩 大概率会变脸 那如果上市之后还按去年的行情 给它估值的话 那肯定股价又是一地鸡毛 而更过分的事情在于 有细心的股民发现 这家公司怎么在上市前 突然把上年的利润全给分掉了 这个事有点违背常理 因为截止到2022年末 浮化化学的总负债高达99.47亿 有钱先不还债 怎么先给大股东分红呢 这家公司的大股东 通过直接和间接持贵的比例 高达89% 意味着它通过分红可以拿到23亿 至于公司还有27个亿的直接资金的缺口 比如说像银行借款 需要补充的流动资金等等 那就等到上市之后 拉上散户一起来填办 有没有觉得这个套路有点熟悉啊 账上是有钱的 但是先自己分掉 账上的债呢 所有股东一起来还 某大的许老板不就是这么干的吗 从浮化化学的身上 就可以看到整个A股的造型了 感情这分红这里的好事 都由大股东来享受 而还债的责任 就拉上散户一起来扛呗 节前呢 最后一个工作日 政治局开会了 这个会很重要啊 按照惯例 每年4月底的这场会 是对开年以来的经济形势 还有之前确定的经济工作方向 进行重新的研判 部署下半年的经济工作 成前起后 那这次会上有哪些重要的东西呢 给大家简单概括了6点 首先最重要的是 确定会在7月份召开三中全会 要知道哈 改革开放以来 通常每一届的专委会 都要召开7次全体会议 也就是一中全会到7中全会 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三中全会 因为它会透露出这些领导的改革思路 所以特别值得大家重点关注 第二个重点是 明确了当前咱们的经济面临的重大问题 仍然是内需不足 这次呢就没有再说社会预期偏弱 而是说社会预期改善 但是呢还保留了有效需求 仍然不足的这个判断 这是咱们当前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了 所以接下来的重点还是得刺激内需 而内需呢不光指的是基建制造业的这些投资需求 更有消费的需求 那会上就专门提到说 要落实好大规模的设备更新 跟消费品已旧换新行动方案 对于想要换车换家电的朋友来说 你可以再期待一下补贴力包啦 还有第三个重点呢 就是罕见的提到了要积极的发展风险投资 还说要壮大耐心资本 要提升资本市场对于新制生产力的支持力度 什么是耐心资本呢 你可以简单理解为是长线资金 比如说让什么权益类的基金啊 保险资金啊 养老金之类的 要鼓励他们进入到资本市场 那新制生产力呢 你可以理解为就是科技创新 带来的生产力的跃迁 也就是制造业的升级 那如果真的想实现从传统制造业到高端制造业的升级 肯定少不了金融的助力 在这里面风险投资就是关键了 就好像如果当初没有马斯克的投资 可能确认GDP到今天都还没孵化出来呢 那如果有更多长线资金入市的话 这个时候对一二级市场来说 肯定也都是利好嘛 第四个重点就是 点名了超长期特别过债 要及早落地 要适时开展降准降息 之前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里面不是提到说 要连续发行超长期的特别国债吗 那这次则是说要求这个国债尽早落地 其实体现出来的就是对这个政策的急迫性了 在土地出浪金持续下滑 地方财力吃紧的当下 这个事确实十分必要 另外呢 货币政策不但不会收紧 还会继续降准降息 像上一次LPR条件之后呢 各大商银行又开启了新轮的存款利率的下调 其实就是为了后续的降息再做准备 第五个重点呢 是可能又会有新一波的地产政策了 在通稿里面的针对地产的新说法是 要结合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新变化 人民群众对于优质住房的新期待 统筹研究消化存量房产和优化增量住房的政策措施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几个一线城市之外 其他的城市限购限售等等政策基本不存在了 很多城市也取消了房贷利率的下限 就算是一线城市也对购房条件在松绑 像北京就刚刚发了个通知 对有两套房的经济家庭还可以在五环外再买一套 还有最后一个要点呢 就是债务高风险的省市要推动他们 既压债务又稳发展 这句话的重点在于后半句啊 稳发展 之前呢在防范风险这个统一基调之下 一些上了名单的省市是被严控投资的 比如说桥梁隧道高速等等 这种大型的基建项目被卡得很死 但这次的会议语气就有一点点的松动 压缩债务固然重要 但是经济下行期也要考虑怎么稳定经济啊 所以呢这次又重提了PPP模式 什么是PPP呢 就是政府跟社会资本合作的方式 这种方式呢 带上于上一次的经济低谷期 2015年的时候 周元你不要这样揍我 如果我要亏到只剩下五万块钱 我估计我能跳楼 昨天我在雪球嘉年华对话了胡锡进老师 我就问他 我说如果您五十万亏到只剩下五万了 会不会觉得很没有面子呀 结果老胡语出惊人呢 他说亏钱是一方面 重点是太丢人了 老脸要埋到土里了 然后呢他保证说不可能亏到五万的 如果这样有那么一天 他就去跳楼 当然我觉得这个意思也不是说老胡承受不了亏损啊 而是因为他对于未来非常有信心 他坚信A股一定能上涨 反正就是永远不会有他亏到五万的这一天 老胡真是我们的吉祥物啊 你说网上那么多大V都在教我们炒股 只有老胡是所有人都想教他炒股 现场还有观众问他要不要加入自己的群 想指点他炒股老胡还答应了 那老胡的水平到底怎么样呢 可以看一下老胡发表的其他观点 首先呢是他的持仓策略 老胡五十万的资金同时买了十只股票 都是大市值的大公司 而且他是长期持有 其实这个思路我感觉没问题啊 买入各行业的大龙头嘛 相当于投资社会经济的中流砥柱 只要经济向好大概率就能赚钱 但是从投资的角度看 就还是会觉得老胡可能犯了一个散户经常犯的错误 就是持仓过于分散 查理盲哥不是说过吗 想通过分散投资赚钱非常的荒谬 咱们散户本来资金就小 过度分散就会失去了投资的意义了 仔细研究一下基本面 找到两三家高赔率的公司下重注 才有机会获取到高回报 当然如果能力实在不够不知道怎么选的话 那买指数也比同事买十家公司强吧 因为指数有优胜劣汰的机制 会定期淘汰走下坡路的公司 更加适合长期持有 毕竟经济结构在不断的转变 现在的大市值公司 它只代表了过去 不代表未来 如果闭着眼睛长期持有 也是很有可能会买到时代的淘汰品的 然后呢是老胡的投资逻辑 他充满了信心啊 因为他紧跟着国家意志 他说现在各种政策都在支持资本市场 A股没理由涨不起来 其实这个真的很重要 比如说2015年那波风油 其实根本原因就是对于信用交易的放开嘛 下跌的时候还看不出来 但一旦开始上涨 这融资盘跟疯了一样的买入 半年时间就从2000点干到了5000点 而现在呢是融资比例在进一步提高 做空在进一步的被限制 显资入市被进一步的放开 这些政策的力量其实也是非常大的 下跌的时候看不出来 但一旦趋势逆转 可能就会形成非常强的爆发力了 所以呢我觉得老胡这个思路没有错 但是啊不是所有的散户都能跟他比的 因为我是感觉老胡的抗风险能力 真是比一般散户要强的多 他可以左侧抄底承担一定的亏损 而这一点恐怕很多人都做不到 话说我还办了一件坏事 老胡说他预算有限 家里只允许他投50万进去 他没钱了 我就跟他说那你可以加杠杆呢 老胡就表示了 万一跌到2800 他就会加杠杆 借钱都要买 所以万一老胡真的因为使用了杠杆 搞到亏剩下五万块 那我真的会感觉到很愧疚好吧 杠杆呢是个很正常的交易工具 倒不是说要对他过于恐惧 把他妖魔化 但我觉得还是要谨慎为上 不管行情再好 我都建议大家不要满仓满荣 因为这么做呢会搞到我们失去仓位调动的机会 在交易上就处于被动了 然后心态上也会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最后老胡还说了 即便美股涨得再好 他也不会